想知道丹宏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今天的NewsABC 我是文凿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光田 我是传播艺术系的丹妮 光田你知道我们学校的辅导师 有一只很可爱的燕子吗 燕子吗也太可爱了吧 我不知道耶 听说他是有一次没有精神的倒在路边 就被捡回去照顾了呢 我上次去看他的时候 他都还在睡觉还飞不起来呢 幸好有人捡到他并且可以照顾他 这就让我想到我之前读到有一篇报道 海巡署的山浮案件所日前接获民众的报案 在小琉球渔浮海滩有一只海龟疑似死亡 海巡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 其实还有一只小海龟是有生命迹象的 只是被甲破裂 蛤那这样有人把它捡回去照顾吗 有的哦 幸好最后交由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的人员带回治疗 而海巡人员获报之后呢 抵达现场及时拍照 就是为了之后可以协助辨识海龟的种类 能够被人救援真是太幸运了 希望那只海龟能够好好长大 接下来我们就借由这篇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单字 第一个单字是 治疗 heal 治疗 heal this doctor healed multiple patients 这位医生治疗了许多病患 this doctor healed multiple patients 这位医生治疗了许多病患 第二个单字是 疑似 suspect 疑似 suspect the man was suspected of murder 这个男人疑似处犯谋杀罪 the man was suspected of murder 这个男人疑似处犯谋杀罪 最后一个单字是 辨识 recognize 辨识 recognize smartphones recognize their users through fingerprints 智慧型手机借由指纹辨识他们的主人 smartphones recognize their users through fingerprints 智慧型手机借由指纹辨识他们的主人 这样各位都学会了吗 那下次各位再跟着我们一起听新闻 学英文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谢谢收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